明天1月17号 2022年的春运就要正式拉开大幕了 今年春运 沈阳铁路警方做了充分的准备 为大家平安出行 保驾护航 我现在是来到了沈阳北站的二层候车厅 那今年的春运将从1月17日正式开始 一直持续到2月25日 为期40天 2022年的春运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公司 预计将发送旅客1550万人次 为了保障这些人能顺利平安出行 沈阳铁路官局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 初六和年前28、9这时间段 是一个旅客的出行高峰 那么我们沈阳铁路局里 专门就这块制定了完善的预案 尤其是设到几大站 沈阳 沈北这些几大站枢纽 我们提前储备了警力 在车站点 广场 后车 近站和安检 一律要征设警力 避免发生旅客拥挤踩踏等问题 眼下国内部分地区 仍有疫情的情况下 而铁路是疫情防控工作的 重点领域 因此 在今年春运期间 沈阳铁路公安局 将与客运及卫生防疫部门人员 密切配合 严防疫情 针对今年疫情的形势 我们重点要配合疫情查核工作 确保持续警燃防止疫情扩散 在这块 我们也配合铁路部门 加强持续的维护 随城广告诉记者 自2021年10月以来 沈阳铁路公安局通过开展专项行动 查处伪造 变造核酸检测证明等 违法行为78起 接下来 沈阳铁路公安局将继续加大 相关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 坚决将潜在传播风险卡控在站外车下 保障广大旅客群众的生命健康 公众中发现一部分旅客为了急于出行 部分地区目的地都需要达48小时核酸进门 他为了着急就将原有的核酸证明 或者别人事先做的核酸证明进行图改 所以说这种行为呢 一个是对防疫大局被本身和旁边的人 都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所以针对这个情况 我们铁路公安机关配合防疫部门 在进站处站是采取全有力的措施 措施也非常严密 所以说也希望大家不要抱着这种侥幸心理 所以我们的进站上车 同时打击倒卖车票等违法犯罪行为 也是沈阳铁路公安局春运期间的 一项重要任务 一些新型的网络导票 或者是代客进站 或者是代购车票收取好处费 这个情况是一个新情况 同时呢一些网络上都收车票 也成为一个新型的犯罪行为 我们沈阳铁路公安局 一直以来坚守着猎鹰打击导票 转向行动 监局对车站周边这些不法因缘 要进行打击 压缩它的空间 我们也通过微景物和报警变化的公开 希望广大笔客朋友 及时提供线索 针对网络这些导票行为 我们铁路公安局管要及时跟进 另外沈阳铁路公安局 还将全力护航铁路运输安全 针对春运期间客流激增 恶劣天气等可能出现的特殊情况 沈阳铁路公安局 进一步完善了应急预案 持续优化战车治安防控环境 最大限度压减 各类可能影响铁路运输安全的风险隐患 感谢观看